近日阿萨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与阿娇的亲密照 照片中阿萨变身霸道总裁 逼动阿娇 真心是功力十足啊 而网友们也纷纷开启了调侃模式 你俩是互撩啊 3月25日阿萨蔡卓妍也是现身上海 携手另两位歌手勇儿洪杰 为自己公司的新影城开幕 站台造势 当晚阿萨的透视长裙果然十分吸睛 若隐若现的性感深思 也是谋杀了现场无数菲林 都是实力派歌手齐现身 勇儿和洪杰也分别带来了两首好听的歌曲 为此次开幕典礼祝幸 只是遗憾的是阿萨此次并没有开丧 让九代的歌迷们略先有些失望 不过不用着急 阿萨很快会带着巡演来到上海哦 定好日子了吗 上海的这一场 现在还没有定时间 希望到时候也可以见到你 好吗 既然是影城开幕 阿萨虽说是歌手出道 不过小妮子的影视作品也是相当可观哦 去年她就凭借电影《除季》 获得第15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 年度最受欢迎女演员奖 并入围了第3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 这演技自然是港港地 难怪今年这影视剧的邀约 也是街道手软 不过观众们似乎更爱看 Trins好姐妹起上阵 演过了《小闺蜜》甚至是姐妹相争 那还有什么题材可以吸引到两人再一次合作呢 我觉得现在都入行15年了 应该要去挑战一些更难度更高的角色 那这样就比较难找剧本 姐妹相真的真的也派过了 对 可能相爱的比较 比较没有 但这个尺度就太大了 这说的不就是你们之前在微博上是爱的那样吗 阿娇靠着强娇羞低头 阿萨则将手放在阿娇头后 这霸气的逼咚好姐妹 妥妥地霸到总裁宠萌期的节奏嘛 而阿娇对此更是立即回应少说话 快闻我 姐妹互聊真心扬眼哦 就是最近看言情小说看太多 那个就对于 现在我对于演艺霸道总裁很有信德 最近好像在网络上面不是有一个 两个男生还有两个女生逼动 然后劈腿的 对我也有叫阿娇 因为她说下次我们来一次 那劈腿那个就是她来做 因为她比较柔软